大家好,我是阿斌 电话模插座坏了,我们自己该怎么更换 还有的刚刚坏了没多长时间又坏了 这个到底什么原因 其实很简单 今天我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我就来正点动电话模来跟大家说一下 正点动电话模我们家里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座在什么位置 你看 一般的插座都在电话模的底部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自己怎么更换 像这两种更换的话,我们要把这个盖子给它取下来 但是有的插座不一样 有的插座是靠两边的固定螺丝给它固定上去的 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固定螺丝给它拿下来 我们这个就可以拆出来了 但是有的没有固定螺丝,我们就需要拆这个盖子了 像这个白颜色的 这个上面啊,我们看不到螺丝 像它这个螺丝 一般的都是隐藏在这个标签里面 你们看 所以说这个电话模应该是修过的 不然的话这个标签是贴住的,我们看不着 我们首先把这个螺丝给它拆掉 然后我们用东西给它撬一下 好 这就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插座了 其实这个插座更换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这两边没有固定螺丝 所以说它这边都采取卡扣式的 我们只要把这两边给它拉开一点 然后往上提 好 这就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向更换的话 把这个 插头 给它拔掉 有的这个插头啊,这里有一个小弹簧 我们把它按压一下 好 这就拿下来了 看到吗 非常的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找个一模一样的 给它更换上去就行了 像这种对方模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下面的螺丝 给它拆掉就可以了 不像刚刚那个啊 标签贴住了 看不着 这种就很明显 螺丝拆完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壳子上面撬一下 好了 都下来了 你们看 这边啊 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也是采取卡扣式的 好 这样就下来了 这边原理都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小弹簧 我们按压一下 就拿出来了 如果不按压的话 就会很紧啊 所以说我们想更换的话 再找个线带它插桌上来 然后 这样 给它安装好 再给它卡进去 好 然后 这个电脑给它装好 就没问题了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 为什么有着我们高换的插座 用了多长时间又坏掉了呢 一般的 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这个插线 没有接好 比如 像这个插头 有的时候很难拔下来 我们用力过猛 所以说这个插头啊 变大了 很松 很松 很松的话 它就会导致接触不良 打火 发热 就容易会 所以说到我们这边 发现很松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把钳子 给它加一架 加加紧 这样啊 我们装上去 就会卡的很牢 看到吧 这样接触好了 就不容易会 一般就没问题了 还有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说 到我们这个插座 坏掉了 发黑 或者断掉了 我们把这个插座 换掉了 但是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看一下这个插头线 就说这个里面 有没有发黑 有没有烧掉 如果这插头有这种情况 一般的啊 换了这个 也用了多长时间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 这个坏了 我们还要最主要的 看一下 这个插头 如果插头不行了 我们这个插头啊 也要换掉 所以说 插座不难用 一般的 就是这两个原因 好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觉得应用的朋友 记得点个赞